顾清玉等了将近20年终于等到白月光的出现 他看到世缘落魄的样子依然不打算放弃 如今呢顾清玉不需要依靠别人就能很好的生活 所以前对他来说并不是很重要 当物质方面已经满足时 人们往往会更向往精神上的追求 顾清玉就是这样 更何况对方还是自己心心念念的人 当好朋友展翔查到世缘的情况时还沾沾自喜 没有一个女人会想嫁给落魄的人 但他小看顾清玉了 展翔对于顾清玉来说就是个爆发户 性格何得来但两人三观不同 面对展翔的苦苦追求顾清玉也只当是玩笑 但绝不会收他的规众物品 而白月光世缘就不同了 钢琴弹的一流并且一嘴流利的英文 身上的气质也深深吸引着顾清玉 能让顾清玉惦记十几年也是厉害 当在F1上偶遇世缘开始 顾清玉就有强烈的预感 他的白月光就要到来了 一而就在假婚的事情上遇见了世缘 对世缘穷追不舍 直接变成打不死的小强 女强人秒遍小女生的恋爱闹 面对家人的极力反对 顾清玉也不在乎 发誓这一辈子一定要和时缘在一起 时缘看到顾清玉的决心 决定不再退缩 他也该成家立业了 两人的关系发展迅速 即将到了谈婚论家的地步 一次两人逛商场 遇到了顾清玉的前男友 前男友看到顾清玉身边的男人 一想到自己莫名其妙被分手就窝火 走到两人面前含蓄温暖一番 别说起顾清玉对待别人的感情 不过是玩玩 那你就输了 并且还说顾清玉找的男朋友 都是按照白月光照的 世缘听到后愣了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说的应该是自己吧 没想到自己在顾清玉心里这么重要 顾清玉直接把人赶走 并说他在开玩笑 脸上明摆着有两个大写的尴尬 世缘看到笑了并没说什么 晚上两人吃起了烛光晚餐 世缘原本想过段时间再向顾清玉求婚 今天前男友这么一出 加速了世缘的计划 今天晚上再合适不过了 顾清玉看到戒指直接哭了 自己做梦才能有的画面 今天终于实现了 顾清玉连忙答应 两人紧紧的拥抱在了一起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